進入洗車場內 頭戴帽子的男子 先拿著紙箱走出去 接著又回到車上 雙手拿著兩大袋垃圾 把自助洗車場當成垃圾山 更誇張的是 他還點火燒垃圾 之後默默地站在旁邊 看垃圾燒個光光 事情發生在二十一號晚上九點多 一名男子開車到宜蘭 藍封路上的這間洗車場 疑似將露營完的垃圾 通通丟進洗車場裡 隔天業者發現垃圾桶裡的垃圾 滿滿滿 一定要監視器才發現 這名男子不僅丟垃圾 還點火焚燒 完全不顧旁邊都是易燃物 業者無奈邊整理邊分類 監管牆上貼了滿滿的警告標語 甚至連神明都在看 經營洗車場的八年裡 還是碰過很多故意來丟垃圾的 把家裡的房單 備單跟那些衣物 就直接丟了 也沒洗車 很大也沒辦法丟垃圾桶 他就撒在周圍地上 這大垃圾桶滑倒 但卻是頭一次看到有人 點火燒垃圾 就怕發生危險 這回業者不忍了 決定報警處理 要警告別把方便當隨便 記者林醫生 張佑慈 陳怡榮 宜蘭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